复礼香益胜宫清晨六点举行的开庙门仪式 现场涌进千位的民众共襄胜举 主委吴佩玲、荣誉主委黄泽棉率领委员等人 协同民众进行新春团办 而今年不同的是 邀请到网红大猩猩团队到复礼演出连续三天 吸引了很多信众前往增添旺气 梁敏高的大猩猩一出场 全场尖叫声不断 这是当红人气最旺的巨星 来到复礼香益胜宫演出连续三天 信众表示很开心也很兴奋 看到大猩猩一整年都会旺 今天就是要挂杯比赛 还有大猩猩已经到了 等一下非常热爱非常精彩 希望大家能够永远来参拜 让每个人今年都过得农年新大运 平安幸福 一生公主委表示 为了让一生公更热闹 来到一生公参拜的信众也能开心 所以与干部门讨论 今年的过年要非常的不一样 不仅仅规划三天的演出之外 还有首届的只脚比赛非常热闹 平安顺势 大家都花大猩 身体健康 一生公一般称作大庙或地军庙 主寺观圣地军 发迹于日据明治四十年 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是乡内乡火最盛的角头大庙 新的一年 新气象也让整个一生公炒出新热度 记者高商双副理箱采访报道 即使出一生公炎 此一生公炒出一生公炎